民主党的贺锦丽批评共和党的特朗普政策会让国家倒退 民调显示在多个关键州贺锦丽接棒之后 与特朗普的差距叫总统拜登未退选前有收窄 最新的民调显示 他两人在全国范围以46%打平手 而前总统奥巴马夫妇今天表态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 林子浩的报道 欧巴马和米雪儿在这个星期 总统选行非常动荡的期间保持沉默 直到今天才表态 支持贺锦丽竞选总统 以提高摇摆选民对民主党的希望 自从总统拜登于上周日宣布退选 必转为支持贺锦丽之后 贺锦丽的民意支持度明显反弹 民主党筹得的款项也大幅增加 对此共和党人形容 这只是短真的蜜月期 而两党候选人下一场的辩论 原定于9月10号举行 这个安排是拜登和特朗普都同意的 贺锦丽也表示他愿意参加辩论 但现在特朗普竞选团队则表示 在贺锦丽获得提名之前 特朗普不会同意与贺锦丽辩论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8月底举行 届时会确认贺锦丽的提名 目前贺锦丽已经取得足够的党代表支持 各界正密切注视他会选择谁做复兽 26台记者 林早报道